烤枝香在台東地區 可說是無人不曉的一家燒烤店 烤枝香有19年的歷史 近年來的飲食文化演變下 也將在地的海鮮、家常小炒、滷味、日式料理等一一的結合 讓客人有更多的選擇性 我們做的是有特色的菜色 不管是下飯、喝酒、下酒菜還是吃飯的菜 來到烤枝香一定要品嘗這裡的海鮮、燒烤以及滷味 每天由漁民出海海釣新鮮的漁獲 讓您吃出新鮮美味的深海魚種 食材都用當地的海鮮魚 燒烤的要有我們自己的特色 菜色要常常變動去改變 讓客人覺得說來這邊無時無刻都有新鮮感 當然也會依照季節性 推薦當令的魚種來作為各種的料理 鬼頭刀為東部的特產 產季時的鬼頭刀肉質十分的鮮甜 拿來做生魚片入口即化十分的美味 擄獲不少韜客的心 十月到四月份 這一段時間可以拿來做生魚片 因為它比較有油脂 如果五月份以後 就是做一些像我們店的招牌 蔥燒魚片那是OK的 以鬼頭刀為主的料理有很多種 同時也可以變化出很多的吃法 砂鍋魚頭 蔥燒魚片 飛魚乾滷肉等 鬼頭刀取頭部作為砂鍋的湯頭 肉質細嫩加上多種的配料 滿滿的一鍋美味又豐富 蔥燒魚片醬汁蔥燒 好下飯 飛魚乾滷肉 離島地區才吃得到的口味 五花肉的油花加上曬乾的飛魚 鞭魚一般 是離島 離島人最喜歡的 幾乎每餐都會有這一道 另外的串燒也都是經過獨門的醬料特調的口味 加上熟練的技術燒烤 小酌啦配酒啦 但是我們自己滷的滷味是有自己的特色 也受到客人滿喜歡的 滿青睞的口味 烤枝香魚平價的消費提供超值的美味 相當適合上午好友相約聚餐 公司聚會 團體包廂以及卡拉OK等 更是您宵夜的好選擇喔 好 好